星期天,北韩领袖接班人金正恩和他的父亲一同检阅北韩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室。 27岁的金正恩与他的父亲金正日检阅了为庆祝执政的北韩劳动党成立65周年而举行的阅兵室。 数千名军人行进在平壤的大街上,引起围观者的欢呼,这一情景使人们想起冷战时期苏联的阅兵仪式。 这次阅兵室由北韩国家电视台进行了不寻常的现场直播,北韩的电视播报通常受到严格审查,阅兵中展示了北韩的坦克、导弹和其他武器。 上星期金正恩被证实成为他父亲指定的接班人。